炖排骨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今天教你一招,炖出来的排骨不但鲜嫩多汁,不行也不柴,而且非常的好吃下饭 首先准备一喷清水,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搅匀化开 把排骨放蛋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这样排骨的肉会变得更软,更容易熟,而且口感会更好 每天都在呕心沥血,费禽忘食的焦做菜,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然后把排骨冷水下锅焯水,加入葱姜和料酒 我们很多朋友在焯水的时候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排骨里面的血水遇到热水就会凝固,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炖出来的排骨就会非常的腥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用勺子把血沫撇出去 焯水之后捞出冲洗干净 起锅烧油,放葱姜和干辣椒炒香 然后倒入排骨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做黄焖鸡,黄焖牛肉,黄焖排骨,黄焖猪蹄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翻炒均匀后,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排骨 然后大火煮开 然后全部倒入到砂锅里 盖上盖子,小火焖炖45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往里面再放点土豆 盖上盖子,继续再炖2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再放上一点青红椒炖2分钟 非常美味的黄焖排骨就做好了 这样炖出来的排骨鲜嫩多汁 软了又入味,不行也不柴 非常的下饭,真的太好吃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